与萱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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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我是与萱潭教育 欢迎大家回到我的频道 与萱潭教育 今天老师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 有些妈妈常常跟我说 老师怎么办我在家里 教她做什么 教她练琴 要做好 教她手要站好 她怎么 都做不到 她为什么都讲不听呢 有时候孩子 不是她讲不听 她不愿意听 她是有时候听不太懂 我们大人 为什么要这么说 因此呢 我们在家里当发现 孩子跟我 没有产生语言上的共鸣的时候 我们 其实可以换个方法 其实孩子有时候 是听不懂我们在讲什么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 图像跟语言做结合 怎么做 例如说 孩子不知道为什么手要站好 那 手站好 我们可以先做给她看 什么叫手站好 第二步 第二步 要让她知道背后的寒意 我们跟她说 因为手站好 我们以后呢 手就可以跑得比较快 用正确的力量 手都会跑得比较快 可以彩比较快的曲子哦 第三步骤 可以上YouTube 上面看大师弹琴 手是不是都站得很好呢 运用语言跟图像的结合 让孩子在脑中有画面 当孩子脑中有画面的时候 他比较能够理解 我们大人在讲什么咯 一个孩子 图像跟语言上的连结越好 他在未来呢 在阅读理解能力上 也会相对的会有所进步 因此呢 我们一起来做智慧的当人 帮助每个孩子 打开他正确卡关的地方 不要因为不专心 或者是因为小细节 而就放弃 其实孩子只是卡住了 他需要我们去把那个开关打开 那今天余轩谈教育 就到这里结束咯 那我们下期见咯 拜拜 我们下期见 啦 葬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